我本身健康也是on and off 我有时常去看医生 然后有做本身的化疗 在两年前是健康体系之后 才知道原来健康是可以种出来的 然后我就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 所以做我们健康体系之后 可是现在我们是怎么种 但是我还不是很了解 我就这边种种那边种 我以为是只是去老人家拜访的人 然后关进他们 然后给他们 然后这个就是做我们健康体系之后 后来慢慢上了课了解了 才知道原来是要很实际的 做一个四步骤 要有跟中健康种族的人 然后跟他们分享 然后再去找下一步要讲座 我会有四步骤 然后第四步才来做 咖啡影响 然后我就去开始 就到医院看到医生 买了健康的饮料给医生 因为医生每天看的病人有很多很多 然后可能有几百个 上次有三千的病人 然后病人在他的看抗护下 就是抗护嘛 所以那个就有很大的种子 然后看到护士我也给他们把健康水果 送他们吃 然后最终长护士也是照顾到病人 也是种下我们的健康种子 就在做咖啡影响 然后看到跟我一样有生病的人 我把健康分享给他们 来吃些什么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吃些保健 我就把保健的信息 跟他们讲 跟他们分享 然后有时候 给他们送一些事情给我 然后我就本身 就有吃 开始吃 叫那个油炖草 感觉 那个油炖草也帮到我 然后 我在想 为什么我不把这个油炖草 也分享给别人 我让那些跟我一样 生病的人 那些有疾病的人 也可以得到健康 所以我就开始 把这个油炖草 种植 然后送给身边的朋友 然后问他们 你们也是生病 有没有朋友也是生病的 他们就因为 我家里也有某某人 亲戚也是生病 然后应该吃些什么 我就分享 然后也送给YouTube 很难的种 他们也是开始 积极地去种 然后 这样 出始终 他们也是可以种了健康 种植 别人也可以种健康 种植 我基本上 也种很多健康 种植 然后 我也把油炖草 介绍给 不能吃 别的那些 身体不是很好的 也是开个医生 做个化疗的病人 跟他们讲 然后开始 也是有进步 我本身 最近这几个月 在 三个月前 我在看我的报告 之前是200多的 我的那个西叶的指数 哇 医生讲 跌到21 非常开心 哎 医生讲 你 非常好 因为一下子就跌到20 然后接下来他讲 你要继续做 因为 还没有说稳定 然后我就继续咯 然后过后我停了 大概三个星期 然后再做 而子数又跌了 现在是大概是18 然后我非常感谢 为什么 因为 我把健康都种出来了 虽然不是100% 过至少 已经有80% 我希望 健康体系的这个 种健康的种子 能带给你 那些希望 种健康的人 可以有一个分享 让他们也可以 跟我一样做到 很好的健康 谢谢大家